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妹的频道。 大家都更新Windows 1124H2了吗? 今天分享Windows 1124H2所有新功能汇总。 先来按一下Windows加Ctrl加X键盘快捷键。 屏幕上将出现一个鼠标指针指示器。 这是为了视力不好的朋友添加的一个新功能。 指针指示器打开之后。 移动鼠标的同时,指针指示器也会随之移动。 默认是黑色线条。 点击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点击辅助功能。 右侧选择鼠标指针与触控。 可以在这个界面更改线条颜色。 也可以关闭指针指示器。 为了观看后面视频更顺畅。 暂时先关闭指针指示器。 为了更容易使用资源管理器右键菜单。 微软为剪切、复制、粘贴、重命名、共享和删除添加了文本标签。 以前只显示图标。 大家是不是经常遇到需要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情况。 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只需要在CMD命令提示符里使用Sudo加软件名称。 即可以以管理员身份打开软件。 Sudo对于经常使用Linux的朋友肯定不陌生。 打开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Sudo。 按住Ctrl键并使用鼠标点击Developer Settings Page。 打开启动Sudo后面的滑块。 点击式按钮。 此时在CMD输入Sudo即可查看参数。 查看Sudo的版本号。 输入Sudo Notepad可以以管理员身份打开记事本。 判断是不是以管理员打开的记事本。 只需要打开一个系统级别的文本文件。 修改后如果可以直接保存。 就说明Sudo是生效的。 比如修改Windows的Hosts文件。 最新版本Windows 11中的Copilot可以调整窗口大小。 并且可以调整是否覆盖在其他窗口上方。 最新Windows 11中隐藏着一个名为自动超分辨率的AI功能。 该功能可以让所有支持的应用程序都能享受到超分辨率的效果。 包括非游戏应用。 打开系统设置。 左侧选择系统选项。 右侧选择屏幕。 接着选择显示卡即可看到自动超分辨率选项。 最新Windows 11中。 还隐藏着别外一个非常有趣的功能Speak for Me。 这个功能是让用户教操作系统如何用自己个人的声音说话。 在系统设置的辅助功能中打开Speak for Me。 Speak for Me有一个用于快速访问的专用快捷键。 Windows加Control加T。 新版截图工具可以添加基本图形。 如圆形、矩形、箭头等。 不用再打开画图或其他图片编辑器。 要使用这个新功能。 首先使用安装包进行更新。 按键盘快捷键Win加Shift加S进行截图。 截图之后,点击工具栏上的形状按钮。 选择所需的图形、颜色以及线条大小。 全部网条行由旅行跟进行为大部分互相的规作。 因为你就不用了�ò Grammy question。 不信任你当重线。 其实就 determined一断只可以öyle出 changes。 我们选择的转型已断在能力上个 mean点合作。 但是其他百分yss中在这个部分还如果出身ộc较谷十分标的部分, 谢谢过了。 芯 pengaw常劫服acement整竖各互最后最好消防消耗。 记事本增加了一个新功能 Explain with Copilot 可以将记事本中的内容直接发送到Copilot 要使用这个功能 首先将记事本更新到最新版 下载安装包之后直接双击运行 然后点击更新即可 选择任何文本 鼠标右键点击选中的文本 也可以使用Ctrl加一键盘快捷键 然后选择Explain with Copilot 微软正在为Windows 11的Microsoft Store推出Arcade功能 这个功能以前叫做Instant Games 可以让用户在不下载的情况下玩游戏 打开Microsoft Store 左侧选择游戏 向下拖动到底部 点击Play Free Games with No Downloads 选择任意一个游戏 无需下载即可在线开始游戏 这是微软在游戏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Windows 1124H2支持 原生支持更多的压缩格式 之前只支持将文件压缩为ZIP格式 Windows 1124H2还有更多新功能还没介绍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小妹 记得给小妹一键三连哦